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 马六甲位于马六甲海峡出口的枢纽位置 是一个古老的海港 这里的建筑充分展现出欧洲许多不同文化的风情 马六甲市不难发现许多古老建筑物 传统买卖及手工艺品 今天跟着世界足迹 我们即将前往马六甲 情迁四万里 今天我们要造访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马六甲还有什么特色呢 我们来看看富凯怎么说 是的 耳金哥 今天我们要来到的地方就是马六甲 马六甲其实是一个历史相当悠久的地方 在讲小故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好了 十四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错 红圈圈的地方就是马六甲 马六甲在这边 对 在十四世纪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地方建立了马六甲王朝 对 在明朝的时候 郑和大家都认识 对不对 郑和下西洋船也有来过这个地方 没有错 然后那个时候的马六甲名字叫做马拉嘎 那来到了十六世纪之后 葡萄牙人占领之后 就把这个马拉嘎就改为 现在我们讲的马六甲了 好 谢谢数字小伙子付责 好 是的 从台湾到马拉嘎 的距离是三千一百二十六 所以今天过程的队伍可以累积 三千一百二十六里 累积到四万里 就可以由亚洲来回接范一张 好 加油 加油 首先来欢迎博物园带领的 马道成功队 耶 马道成功队是由蒋德邦 还有刘展宏 陈欣怡前来挑战 其中贾德邦曾到马来西亚旅游过 也带来许多资讯 相信今天的表现一定非常精彩 德邦有去过马来西亚 去做什么呢 当地的好朋友的亲戚带我去玩 这个比观光又更深一层 听说我带照片来 我来看一下 这是当地的美食 还有呢 这也是当地特色的小吃 这是什么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它很像是 也是面糊类的饼 对 然后咬前会比较有嚼劲 像一种饼一样的东西是不是 像很像郎 很像新疆的囊是不是 对 好 所以这个有了解到马来西亚 这个当地一些文化啦 所以今天就加油啦 欢迎马道成功队 谢谢 今天欢迎 有回到你的千军万马队 大家好 阿芭卡罗 千军万马队 有两位马来西亚侨生 陈仁凯 张艺恒 和副理师李嘉诚所组成 在地和专业背景的优势 能不能让他们抢的先机 赢得胜利呢 带台湾来念书是不是 对 你们有去过马六甲吗 有 马六甲一定要去 为什么呢 因为马六甲是 马来西亚文化的一个发源地 对 马来西亚文化的发源地 对 我们凡是读历史 都要从马六甲开始念 对 今天很重要耶 要读马来西亚的历史 要从马六甲开始 所以两位对马六甲很了解 那你们危险啦 糟糕了 好 欢迎青青舞马队了 欢迎 是的 今天来参加的两队呢 可以说都对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非常的了解 到底谁能够获得里程呢 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个单元 数据看国家 有哪个数字跟马六甲有关联呢 请看 好 就是在前面了 好 这边 第一题会出现什么数字呢 出现数字是1650 在马六甲有一座建于1650的红屋 请问当时这个红屋 是哪一国人建造的 请讨论 马六甲 请讨论 我要加吗 马来人 1650 1650喔 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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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下 青青舞马队 你就是葡萄牙了对不对 应该是葡萄牙 没记错的话 因为马六甲有被荷兰葡萄牙 都有殖民过 马六甲人种博物馆 这个建于1650年的红屋 其实是荷兰殖民统治 留下最古老的遗迹 也被誤为是东方世界最古老的 荷兰建筑物 当时是被荷兰用作 他们的总督的官邸的 对不起 你们答错了 好陷阱 你答我 我真的想的 还好 还好 好啦 我们马上进行第二题 看看会出现什么数字 好 出现的数字是19 19 四季 没错 就是19四季 好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建筑物啦 是当时非常典型的 有钱人的住家 现在叫做 巴巴娘惹古迹博物馆 请问 巴巴娘惹 是指哪一国人 和当地原住民的混血后裔 请讲答 千奇又马来 请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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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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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答 中国 中国 这么确定吗 因为中国那时候就是 正合下西洋嘛 对 然后就会带着中国人来到马来西洋 马来西洋 然后就会跟当地的人同婚 有道理喔 有道理吧 在19世纪呢 这个马来西洋 马来拜堂上面 有很多闽南人 当地的原住民呢 把当地的闽南人呢 男生叫做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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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女生叫 阿姨 阿娘 就是台语的那个 阿爸跟阿娘嘛 后来久而久之 原住民就把这个混血后裔 就叫做 爸爸娘娘 那这些闽南人这些华人 从哪里来的呢 当然就是从中国来的咯 恭喜青春马队答对了 爸爸娘娘 对不对 会讲的吗 对 爸爸娘娘 好可爱喔 听起来还蛮可爱的 是 好 接下来看看下一题 看看会出现什么数字 好 出现的数字是 这图片上是一个节庆活动 每年的六月 会有庆祝两个盛大的圣会 一个是圣约翰日 跟圣彼得罗两大庆典 请问 这两大庆典 是哪一个国家的 请回答 讨厌 禀习以待就等这一刻 麻烤成功队 请讨论 选项是 葡萄牙 英国 荷兰还是西班牙 荷兰还是西班牙 请回答 我们家展红觉得是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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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到底是 荷兰 还是英国 还是别的国家呢 凤凯 在乌龙巴西呢 其实那时候 最著名的是它的美食 还有它的舞蹈文化 那在乌龙巴西村里面 住着的呢 就是 葡萄牙人 还有马来人 那这一族通文之后的后代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 其实生存了超过 四百年之久啦 所以答案是 葡萄牙 对不起吧 到时候我对你答错了 对不起 好 下一集之前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上 我有带 我有带钱 我也是 有钱的人 好 这个一百块 一百块的那个 马来西亚 令吉 叫什么 令吉的马来文怎么说 Ringit Ringit 令吉 令吉一百块 大概台币多少钱 八百 九百 八百多块 八百多块 我们那么多张加钱 美女一张多 一块钱的 有一块 对 八块 然后五块钱的 五块 五块 十块钱的先给你好了 好 又拿一张 好 要问一下那个两位 一百块可以在马来西亚 买到等值的大概什么东西 吃一餐 大概也只会用到五十块马币 吃一餐跟五八四十 一百块可以看六场电影 一百块可以看六到七场 八九百块可以看六到七次的电影 六七次的电影 便宜耶 消费水平比台湾稍微便宜一点 低一些 好 接下来数字一定要看 出现什么数字了 来 请看 好 出现的数字是 五百 农业是马六甲非常重要的经济来源 其中有一项作物 收割工人的月收入只有五百令吉 一个月只有四千 是什么工作呢 请掌掌 我们来 来 请讨论 我来看一下 所以选上有 刀 橡胶 可可跟椰子 我选 没关系 她的货物都知道 那 你们两个还推责任喔 对 他怎么说不呢 我觉得是 可可吧 可可 千金用马队 橡胶 橡胶 做个理由 因为橡胶其实在马来西亚价钱很低点 很低 对 工又多 到底是可可 还是橡胶呢 富凯 割胶工人 他的工时很长 而且他的薪水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高 他们的薪水一个月只有五百令吉 五百令吉相当于多少钱 刚刚大家算下来大概是四千多块钱 所以其实是远远低于他们的平均收入的 对 所以答案是 所以答案是 就是橡胶 对不起 没有答错了 耶 深入转问一下是不是 两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啊 一般当地的打工族跟薪水族的薪 薪是大概是多少 大概就是两千出头 两千马臂啦 二十六 两千一 两千二 对 这样 一般的上班族就是这样 平均 一万六 一万七 就是半领阶级大概是多少 半领阶级差不多应该就是 三千多 白领的话就有三千多 三千多换算起来就有两万四 两万四左右 一百块可以看六七场电影 这样的消费水准来说 三千多算是 其实还算蛮OK的吧 还蛮过得OK的 对啊 那一般来说这些薪水 会有哪些花费呢 三千多主要就是吃嘛 然后我们会有车贷 房贷 车贷房贷房子 税 还有税金 还有呢 对 基本是这些 然后还有当然就是医药 医疗费用之类的 医疗费用 在马来西亚看病贵吗 马来西亚我们不像台湾这样 就是有健保卡 所以我们多数都要自费 私人的医院 那为什么不去公立医院呢 公立诊所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做一个马来西亚诊所 那个的话很像收费只有一令吉 因为一令吉嘛 然后会有比较多可能贫穷的人 都会去看病 所以变成会爆满 然后甚至是排队排很长 所以 就是说对 为什么不去 因为要等到看到你 要排队排很久 也就是说在 其实在马来西亚 医疗的资源 这个医院都不是很无伎 好 接下来看第五题 会出现什么数字呢 出现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 274 是什么 274 274 是一个出口种植的数字 两个学一下 好 第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 对 一个是这个 看清楚了 好 橡胶出口还有它的制品呢 在2012年达到274亿的令吉 出口种植 请问 这两个图 哪一个是橡胶圆的进展卡 千军啊 对 好 讨论一下 橡胶圆 不用讨论了是不是 对 不用讨论了 有没有看过橡胶圆啊 橡胶圆 不是橡胶圆 不是橡胶圆 是橡胶圆 橡胶圆 你不要说橡胶圆喔 来 请回答 2号 好 到底哪一个是橡胶圆的 来 1 2 3 1 2 3 1 2 3 回 答对了 恭喜答对了 这是橡胶圆 好 经过五题的数据题 我们了解到啊 从19世纪开始 马来西亚啊 就大量在森林的深处啊 开垦种植橡胶 这些橡胶工人呢 除了长时间工作以外呢 还要生活在这种危险的 危险之中耶 危险之中 还好我们慈祭即时伸手呢 提供了很多医导的援助 我们慈祭跟马六甲 还有什么姻缘呢 在继续看下去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两队成绩怎么样 我 第一单元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马道成功队 表现得真 他们领安的很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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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有效果 对 这样拿到了 2分 也很棒 也很棒 千千五队暂时领先 暂时啦 暂时领先 我们还有很多题目 是 大家加油 马上成功队加油 马上进入我们的 世界大发现 世界大发现 请仔细看VCR 屏幕将从影片中延伸 率先抢达到 并答题成功的队伍 即可获得一分 请看第一份 VCR 沙猎是一整洗肾中心的圣友 接受慈祭一整洗肾 已经四年 从刚开始来的时候 无法行走 需要轮椅 到现在可以自由行动 甚至可以熟练地操作机器 前后由天壤至别 病况严重的她 生病以后无法谋生 直到开始接受慈祭免费的 一整洗肾治疗 生活才逐渐好转 医院里除了治病 还会对民众进行卫教 给予健康照顾的相关知识 全面照顾病人需求 能从生活中着手 只要有助病情好转 沙猎都做 因为在洗肾中心的治疗以前 沙猎也曾求助公立医院 但是这一等就是两年 尤其是 尤其是 我希望我能招待我 我也不肥胖 如果我已经有两年 我可能不会有走 我会比较多 我会比较多 我比较多 我比较多 慈济在马六甲的益诊服务 从1994年迄今 已超过20年 针对向元秋的慈善发放 益诊和益检服务 也已有十余年 透过慈济益诊洗肾中心的治疗 沙烈完成了多年的洗肾疗程 也因为配合护士的丁宁 让他可以维持更健康的生活形态 降低再次发病的几率 我好像知道这个 一盒 外婆也是肾友 也是需要洗肾的 就是外婆走之前 就是要洗肾 公立医院主要就是 要一直申请 然后也未必申请得到 因为他主要就是给低收入 或者是公务员优先 这样子 如果申请到的话 洗肾医师的费用是多少钱 如果是公立医院的话 是不用钱 但是很难申请 对 就是基本上是要排 是要很难排得到 因为其实人手不足 然后看到护士都忙自己的 有些肾友甚至要自己插管 天啊 其实在排队已经排很久了 好不容易排到 对 可是他们的医疗人员还是 非常的不够 对 不够 那私立医院的费用呢 私立的话我们一个月 差不多马币三千令吉 三千耶 三千 两万四 就是白领阶级的薪水 几次啊 洗肾的话其实每隔两天都要一次 不然毒素累积在身体太久 就会 就是会有生命的危险这样 哇 两天洗一次 一个月要三千这个费用 等于是就是你刚刚说的 这是白领阶级的薪水 这是白领阶级的薪水嘛 家传也是我们的这个护理人员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台湾的肾友洗肾的情况是怎么样 台湾的话 因为有全民健保的关系 然后有重大伤病的部分 洗肾是有列入里面的 所以洗肾的话 其实是完全不用付费 连部分负担都不用 你看我们多幸福 那张卡片 真的 这么好用 真的好用耶 你看我们多幸福 真的 好的 问题来了 请问医诊中心 洗肾的医护人员 主要工作除了医诊以外 还包括哪一项 记得拿 不要讨论了 请说答案 答案就是 医 卫教 卫教 是不是卫教呢 不是医吗 请看解答VCR 完了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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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计划工资答对 耶 過戰了... 第二題要問啦 請問 下戀何者不是剩有殺戀 選擇慈濟一整中心的原因 到底是哪一個呢 厲害 愛出心得囉 投緣今天是吃了蹭鎖鐵的心 你知道一個風水的問題嗎 風水嗎 肌肉的嗎 要不要討論一下 好討論一下 請討論 下戀是應該 對... 剛剛講過好奇 不是耶 不是喔 政府提供十幾 不提供 三 三 不是殺戀選擇的原因 三 對 要看關鍵字 三 不是喔 展虹說的是 三 展虹大概三了十遍 對 三了十遍 到底是不是三呢 不敢 馬來西亞的政府其實是有提供 喜慎這樣子的服務 而且他剛剛提到的是免費 但是剛剛在影片當中 殺戀他提到說 如果我再等下去 其實我就癱患了 他剛剛說等多少 兩年 兩年 對 沒有錯 可是憶恨說 一般都洗正面 兩天就要洗一次 對 兩年他早就要那個了吧 真的 對 沒辦法了 就像剛剛殺戀那樣子的 割膠工人 一個月才五百令吉 五百 十遍的話 一個月的話就要三千 對 三千 一個月的朋友要三千 他一個月只有五百 怎麼去洗啊 對 所以說那個時候還好 慈濟一整中心 很快就通過殺戀他這樣子的申請 好 好 好 所以恭喜馬來西亞 你們答對了 耶 你看第二段 好 慈濟在馬來西亞的一整服務 除了針對當地居民之外 還幫助了一些從鄰近國家 逃難到馬來西亞的難民們 尊重生命 發揮善與愛 所以就是有很多這些難民 然後我們也察覺到 可能他們居住的衛生條件很差 然後他們的健康問題也很多 漸漸這幾年我們也發現 他們最主要的那個病症 變得越來越嚴重了 就是這個糖尿或者三膏 不只慈濟在馬來西亞提供疫診服務 當地台資藥廠也持續提供藥物 減輕當地居民和難民的醫療負擔 不少外來移民或難民 無法承擔治療慢性病昂貴的藥物 這些免費藥物猶如雪中送炭 而疫診醫療服務 也讓這些需要醫療服務的人們 都能感受到志工們的用心關懷 我剛才有去過馬來西亞 待了大概五六天 可是你看到今天那影片 跟你去看到的好像不太一樣吧 馬來西亞離我們這麼近 慈濟第三個就進去了 對 我會覺得做得很快 對 真的會經過訪查 調查之後找出真正的需要 做出正確的援助 對 掌聲鼓勵一下 題目來了 請問醫療中心的藥物 是有什麼人免費提供的呢 到底答案是什麼呢 進來的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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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討 要不要討論 要討論一下 因為 我意思是 恭喜馬上衝隊答對了 對 其實影片後面就有找到 對 當地台商的藥廠免費 贊助 持進一診中的這些藥物 讓其中一種的病患呢 可以免費拿藥 早點恢復健康啦 是的 恭喜答對 我們男生厲害 但您快 好 兩個單元結束了 是 兩隊成績怎麼樣呢 不敢 我們先來看看 尤瑋為帶領的千軍萬馬隊 所得到的分數是 兩分 很好 他跟一個參員就兩分 對 沒有錯 後面就是沒有增加的意思 沒有爬起來 對... 那反觀我們的馬道成功 真的成功了 他得到了三分 好 所以恭喜馬道成功隊 可以獲得 今天的累計點數 三千一百二十六里 恭喜 是的 觀眾朋友們也一定很想報名 來賺機票喔 怎麼報名呢 是的 歡迎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一起組隊參加相關的資訊 可以看我們的臉書粉絲團 如果你對題目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下載知識王APP 是 可以看到這些有趣的題目喔 今天四萬零 我們下次見 拜拜